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赞赏台湾的十大特点 故宫博物馆也入列 因为故宫是全世界收藏最多中国文物的博物馆 台湾是保存和落实中华文化最完整的宝地 即将在本周末在高雄举办的新唐人互动大展 就将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现代科技做结合 展区特别规划文字与专区 用互动方式让民众了解中国文字的由来 还有西方的传统油画 用大同萤幕作展出也是展览的一项特色 带您先读尾快 今天触碰500多年前的矿式制作 马上呈现在眼前 一幅幅传统写实油画 不再只需现在画框 仿佛具有生命力 运用光束解释构图设计 让观看者进入画家的创作世界 跟我以前看过一些展示不太一样 这里用打光的方式 来解说这个油画 这是一个很创新的方法 要抓住水中浮动的鱼 然后再把手放开 就能把甲骨温转变成现代用字 互动科技与传统教会 有趣的文字与打人小孩都喜欢 看到了月米还有灰 昨天有一个光波 我们看似湖面 其实是用灯光打造的 只要手一碰 它整个的波会呈现不同的景色 我想不来真的很可惜 来到武术体验区 运用最新的体感技术 让民众体验蹲马步 动作正确才破关 另一旁AR扩充实际互动科技 经过荧幕前的民众 也会被投影进去 就像武林高手一样 跟影片中的人物过招 这些武术体验还不够 还有真正的武术大师主指导 学这个传统武术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 大家就去学一些其他的西洋的东西 还不晓得说传统的武术 竟然是这么的好 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个互动大展 认识到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 有这么优美的东西 新唐人互动大展 2013年6月份在台北首次举办 五天就涌入了3万人次 这个周末将遗失高雄举办 要将科技结合传统的美妙体验 继续传递出去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湾台北 整理报道